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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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碑甲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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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如果这两个有机子 這两个是有机子 这两个是有机子 所以其實我們講說是不是在地球在生物出現之前就不會有規劃物 不一定好 流算器 好 那個第二個題目呢有化解 第二個題目呢 第二個題目 二雅化解 四零的成分 對 它的結構是什麼 好 它結構是怎麼樣 六角形 六融星 六融星 對啊 怎麼樣給六融星 現在畫畫畫看 就是有超長的要畫 好 我要回方一下 嗯 它是這樣 好 我不知道 你的音點是什麼 我看不出是哪個圈子啊 不曉得我想一下 欸 哪個是戲 哪個是戲 喔 這個是戲 好 然後選他這個點 你假的 沒有花棄 是嗎 所以它是一個平面的結構 所以它是平面的結果 六融星 你們不是同意嗎 怎會擦我的膜 我有擦疑啊 我擦別蝦 擦別蝦 它是六角形的 六角形的 好像是六角形的 平安呢 好咯 自己呢 不清楚 好吧 我的题目是什么 二阳华系的 十音的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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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查一下结构 结构不是化学式 结构不是化学式 有一定的关系 不是只是化学式 要查一下结构 大家来查一下结构 我们都知道十音是六角形 但是它六角形 我想看一下六角形 这是有它的原因 那 冠元所写的这个东西 因为它目前看起来是平面的 对 我们可以从这个六芒心 想像它六角形的结构 是怎么排列出来的 目前好像没有办法 所以请各位查一下 十音的结构 好不好 第三题 方解石的双折圣 方解石的双折圣 是什么 方解石的双折圣 赌幻 歐光跟一光會同一光 只有在那個單軸上面 歐光跟小一光 歐光跟一光 所以在同一線上 然後其他的時候 因為他的晶體透度比較厚 所以他進去的時候會產生兩條折射光 然後一條負荷折射定律 一條定律 OK 單軸晶體 這條定律 應該是這樣 歐差 他做的大很多 大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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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歐基 重點是那個 他是用這個方法去 算是 這樣測量嗎 這個算 去了解那個礦物 他的成分 因為他會得到 像他寫一個是歐一 兩條 一條是遵守 那個折射定律 一手是 不遵守折射定律 那他們會得到 而且他們的那個方向 是相反的 所以他們會得到一個角度 他的角度就是 那個 他就可以從這個角度來 得知那個礦物質 他的指根 應該是這樣 所有的礦物質都有雙折射嗎 所有透明的光 所有透明的礦物質都有雙折射嗎 像十一 他是空直 還有雙折射的現象 都有雙折射 只是他們並不是擋走 所以他們進入的時候 就會變成同一條線 所以那是單折射、雙折射 他是 其實你光線進入的時候 都是光移光 然後你 進入擋走的時候 只要不是那條軸上 那他都會骨感很差 然後其他的 然後可能會有很多 晶體是有很多套走的 所以他射進去 只要是在這軸上 就沒有套走的 你說很多晶體是很多套走的 對啊 哪些晶體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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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多 很多套走的 歐射什麼意思啊 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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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單走跟雙走跟多走 我們現在看到有單走 多走 那個走在哪裡 就是 兩個丁點 中間的一條線 哪兩個丁點 你知道他好像不跑出來 然後A點 V點 OK 所以他借0 就B 方解石 方解石 對調點 因為方解石 是一個衝突 然後他的對頂點 會形成一條 所以 對於雙折射這個現象 假設 我們就具體看到他 你拿這個雙折射現象的晶體 去看物體會看到什麼 兩個 會看到兩個 應該怎麼看 你看 就是兩個是 是 怎麼樣去看他 可以把它看到兩個 爪一爪 然後看他 爪一爪 哪一個 還有 好多兩個 那要怎麼看 我們應該怎麼看 可以看到兩個 蛤 對 可以 雙折射的意思 透過這個晶體 可以看到兩個 我們怎麼利用這個晶體法 都是看的兩個 現象 這樣 我們現在講的是現象 那我們來討論他的原理 現象 因為 傳說 方解石很特別的是 他有雙折射的現象 也就是這個東西 應該不是在所有的晶體 都有這個現象 應該是 少部分的晶體 有雙折射的現象 那 或者另外的說法是說 就像剛剛過來講 每個晶體應該都有這個現象 只是 那個偏轉 就是雙折射的 第二個折射 是不是在同一個軸上 我的理解 感覺上 你所講的東西 但是這樣 老實說我不太懂 這些說法是什麼意思 因為 多條軸 是哪多條軸 單軸是哪一個單軸 O是什麼意思 怎麼說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沒辦法去 回應你的解釋 你知道嗎 所以我會希望你多講一些字嗎 就是我買一個重點 讓你實驗一下 我就會知道 哦 當然這也是個方法 但是在之前 你實際上看YouTube影片 就可以看到方解石的一個影像 方解石影像 其實很簡單 你留在那邊寫個字 你把方解石 放在這個字上面 你就看到變成兩個字了 可是它還是會疊在一起 它會有點重點 它會變成 就好像 就好像我今天是閃 我今天有點閃光 我如果把眼睛拿下來 我看到是 兩個影子或三個影子 我會看到一個影子 但是 所以一個 像是係數一樣的東西 係數一樣 它可以是 就是它可以重點 根本是配一個係數 那我記得 方解石好像是0.09多 0.09多 0.09多 不是啦 那就是0.09多 那個我也不知道 但是 方解石 方解石 有可能會這樣子 有可能會這樣子 好 我現在解釋一下它 它 我們講雙折射的意義是什麼 解釋一下 這個東西 所以我比較期望的是 我們在解釋一個東西 我常常講說 我們在解釋一個東西 盡可能寫出來的語句 或說出來的東西 盡量讓 沒有學過科學的東西看 我大概知道你說 這樣會比較低 我們講的東西比較輕 就是會讓大家知道清楚一點 簡單來講 我們的光線 打出來的時候呢 你如果有玩過乒光鏡 有看過乒光鏡嗎 乒光鏡 乒光鏡就是 天光鏡就是 它那個鏡子 本身是有雜耳的 有雜耳的 所以光過去的時候呢 就像濾波 它把這個方向很波 全部濾掉 它出的波 全部卡掉 用光鏡 要經過它的時候呢 它這個光鏡 本來是一個複達的光鏡 是有垂直的光鏡 像你可以說它寫的 也沒有關係 有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沒有關係 好 但是 是 是 但是這樣子打過去的時候呢 經過這個紮門的時候 經過這個紮門的時候 所有格的波都不見 都只變成直的波 它叫濾波器 濾 對 這是直的波 那你可以把這個板子呢 拿成90度 它是變神奇的 在哪一邊 不是 手機上面有裝 就是什麼 手機上有裝 就是讓 你可以去調整 不是 手機的亮度 都用這個調整 欸 手機亮度是用這個調整嗎 應該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是用這個調整 反正不開始 因為 因為這個東西比較就是 你必須調整 它的角度 那手機基本上 沒有可以移動的東西 去調整它的角度 所以 我不確定是不是 這我不了解 手機運動原理 但是我不確定是 好 那橫波的原理是 橫波的濾光鏡 同樣可以把光波 變成橫的 它變成橫的 意思是說 假設 我把這兩個鏡片重點 你光是經過這兩個鏡片 重點的鏡片 會看到什麼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真的看不見 就假如把這個鏡片 是直的濾波 我這樣看 沒什麼感覺 很正常 我把這個濾波鏡 這個 這個叫做 偏光鏡 我把它放到橫的 我看到的東西 也都沒有差別 可是我如果把一個 偏光鏡 橫的 直的跟橫的 放在一起 重點的話 我看到就是黑的 它看不到 它就透不了光 可是我把它變成 一個小角度 我可以看到 暗暗的 我如果把它變成 重點 就把這兩個 都是直的時候 我就可以看到光線 所以可以透過這個關鍵 簡單吃一盤 光線裡面 有一個 垂直的波 它有碰到垂直的波 那我們想 八戒指的雙褲設計 想怎麼樣 這個問題 我剛剛想到 八戒指 它會不會就是 你看到橫的一個光 不是 因為你從一個光 會啊 你只要射到班族上的時候 垂直 反正就是你從一個光 從光線的側面看 那你知道人家看不到光嗎 從光線的側面看 從光線的側面看不到光嗎 從光線的側面看不到光嗎 就是假的 這是光線嗎 我只能看 我就看不到光 所以我應該會看到 另外一個光線出來 因為它有兩個光線 不管你怎麼 不管你怎麼 你從光的這邊看到光 從光的這邊看到光 從光的這邊看到光 可是我們不可能在光的這邊 就像這個智光線打光出來 我不可能到智光線裡面看光的出現 對 我會感覺到這個智光線有打光出來 純粹是因為它把光線打到所有的物體身上 它反射到我的眼睛 所以我感覺到 我的物體有感受到一些東西的光 可是我知道最亮的是它 所以我的腦袋會告訴我說 這個光線之後 這個光線打到這個物體 在反射到眼睛 所以我覺得這個光在發光 對不對 可是我如果在空中 打一個雷射光 往這個外面打的話 這空間中 如果沒有任何本層去反應 去反射這個 這個燈 這個光線的話 這雷射光的話 實質上 你們看不到雷射光 除非你是人 跑到雷射光的這個地方 剛剛眼睛被雷射光打到 你可以感覺 喔這邊有很強的光 打到你眼睛 你也感受到這個光的刺激 這是應該這個現象 但是方解石 不知道 方解石是 我現在解釋光有兩個方向 可以知道嗎 有垂直方向的坡跟 橫方向的坡 可以理解嗎 方解石的現象是 當我光打過來的時候 它對同樣化 它的那個法線 還是法線 它對橫向的坡 橫坡向的坡 跟垂直方向的坡 的折射率不一樣 有概念嗎 它折射率不一樣 所以有些呢 可能這樣折射下來 另外一個 垂直方向的坡 可能這樣折射 所以這樣回到外面的時候呢 就可以看到兩條線 就看到兩條坡 這兩條是平行的 就可以看到兩坡 因為它的折射率不一樣 那折射率跟掌射有關係嘛 好 折射率跟掌射沒有關係 OK 簡單的講 是它的雙折射線這樣 這樣 所以如果它出來 它會是 平行的 平行的 因為 所有的光線經過一個固執 第一次折射 第二次折射 這條線一定跟這條線比起來 對於沒有關係 手 是啊 因為它 這是 從快到慢的時候 這是同一個戒指 從慢到快 是另外一個結果 這是相反的結果 相反的結果 因為它這條線跟這條線是平行的 那對於 假設這個動物代表橫波 這代表 垂直的 重 不是重波 重波跟橫波有不同的意思 我如果寫從橫波重波的話 我們會理解成 有的波是這樣動的 有的波是這樣動的 這樣動的波 叫做重波 這樣動的波叫橫波 可是我現在只是這樣 這個地方其實想說明 光有橫的方向跟垂直的方向 這樣的概念 並不是說 這兩個波都是橫波 都是橫波 它不是輸密波 輸密波是重波 它不是輸密波 只是我先講 代表橫的方向跟垂直方向 橫的方向 在方解石對光的橫的方向 有一個折射率 垂直方向的波 有另外一個折射率 所以它有兩個折射率 我們以橫方向的波來講的話 它陸射的折射率出來 到回到空氣的 這條線一定跟這條線平行 沒有問題 同樣道理 垂直方向的波 它有用的折射率 所以進來折射一次 再出去 再折射第二次 這兩條線平行 沒有問題 對 沒有問題 所以假軸感 白虎形放在這裡 我眼睛在這裡的時候 我去看它就是看到兩個人 兩個物體 所以這是方解石的雙折射現象 我這樣解釋有沒有清楚一點 所以有問題 你說 你說它這個折射 你看剛剛那個筷子 說 對角的連接線 對角的連接線 我把他們的角全部都切掉了 你看現在這是一個正方形的 我把所有的角都切掉 另外一個 變成一個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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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就不整個圓形 其實 其實我沒有很同意這個說法 單走的是說是頂緬的連接線 更不第一次 因為它這個單走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比較是跟經濟的排流反應 它是說什麼 就是方解石有一條線 然後只要光 進入那一條線的時候 它的光線不會分開 就只有我們那一條走這樣 它的光線不會分開 所以那個走是 譬如這是一塊方解石 某一個角度 然後走是在 這一小 如果你看看 這是一個方解石 假設裡面有個走 光線照那個走 它不會分開了 那我問一下 這個走會出現在哪 假設走出現在這裡 假設 我把這個方解石切斷 這一塊就不是方解石 因為這塊沒有那個走 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是說頂點 跟頂點有關係 所以你怎麼切 它都會有個走在 所以那如果像剛剛 你跟妳講 如果把這個方解石摸進圓形的 摸成球狀 我可能沒有頂點 對不對 所以我等一下說是說 這條走是它是出現在 它的分子排列時候的頂點的連接線 比較合理 因為也不管線或小裡面一定有分子 分子排列之後 它的整形排列都會變透明了 變透明了 你中間一定會有連接線 也就是那線是無所不在的 到處都有 所以說它折不折射 比如說光線到那條線上不折射 這個說法我到底不是很確定 這個說法我真的不知道 好 那我們要其實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在看一個 文字說明的時候 它說明的東西其實也可能很複雜 那我們要去學習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要把它複雜的說明 要抽絲多一點去理解它 要去這樣做你就要知道 那我是看這個方解石的雙側的現象 我也是找了一些資料 但是我沒有方解的資料 我看到資料 對我來講都很簡單 因為它就是 它是給我看那個影片 它是一個現象 因為方解石有一個雙側的現象 所以看到它 如果它們看的東西 都會看到兩個影子 再另外抽法 它是直接畫圓的看 一個是橫向波 一個是橫向波 然後它對橫向波跟橫向波的 折射率不一樣 欸 我不理解 對啊 我不會說 那接下來你可能會說 那為什麼它對橫向波跟橫向波的 折射率不一樣 那可能回到你剛剛講的一些解釋 可是這些解釋說真的 也沒有真正解釋為什麼 它只說有這個現象 它還在說一個現象 所以我們還是不理解為什麼 但是 但是我們至少理解雙折射的意義是什麼 好不好 我們現在其實我這個解釋 只要聽到各位 雙折射的意義是什麼 好 這邊就解釋到這裡 幫我們解釋的雙折射的意義 有沒有清楚 哈囉 好 那我們就要進入今天的課程